大家好,欢迎收看新爱琴琵琶分钟课堂,我是刘爱荷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一种组合指法 它运用到的手指是食指、中指以及大指这三个手指 它们有向外的组合指法以及向内的组合指法 那么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首先要先练前两个手指的平衡 声音上的平衡 然后再加入大指 好,那么我先为大家演示一下向外的组合指法 那么我们是先弹中指 然后挑大指 再用食指弹 再用大指条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用三个手指分别去管了三根弦 尤其要注意的是我们中指现在管的是外面旋律声音 也就是那个最高的音 听的是最明显的 所以我们的中指一定要扎实 让那个声音变得扎实一些 然后呢 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手要协调 要忽略中指的存在 要让中指像食指一样进行弹调的运动 我们整个手啊 都是放松的 然后手腕也会跟着一点运动 好,那么我们用春雨的一个片段来为大家做示范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因为中指其实是我们不常用的弹条嘛 对吧 所以呢 中指一定是要和正常我们弹条的食指大指保持同一种音色 同一种音量 这样声音就会比较平衡 千万不能把中指弹得过于薄 或者是过于的使劲 这样都是不可以的 大家整个的运动当中呢 都是放松 那么我们这个指序是这样的 中指 大指 食指 大指 我们不能因为速度快起来了之后 而改变这个指序 那么我们的音啊 也就不对了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放松 然后止序不可以错 好 那么这是一种向外的 同样我们有向里的 我们这个呢 也是三个手指头 管了三根弦 同样我们也是要先把前两个手指的平衡找到 让他们俩处在一个比较均衡的音量上 然后加入大指 然后呢 这样的技法 我们运用的小关节会比较多一些 而且向内会比较好发力一些 那么我们还是用春雨的一个片段 来为大家做展示 在这个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要注意 大家可以听到 我后面两根弦都是空弦 一弦是它的旋律音 我们要强调一下 大家在练习这两种组合技法的时候 首先放在第一位的就是动作的协调 我们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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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这个动作练流畅了之后 再相应的去提高它的速度 那么我们在弹的时候 也是需要有一定的爆发力的 而不是没有思考的就这样收回来 我们每弹一个音都是要有思考的 我们就需要让我们的每一个关节都灵活的动起来就可以了 那么希望大家可以熟练的掌握 向外弹 和向内弹 这两种组合之法 以上就是这节课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大家观看之后能够有所收获 喜爱的琴就在喜爱琴